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阿仙奴欲為所欲為 星期五凌晨歐霸杯半準決賽首回合賽事繼續上演 其中英超勁女阿仙奴將主場對捷克的布拉格斯拉維亞 平心而論,英超的阿仙奴整體實力無疑比布拉格斯拉維亞 而他們歐戰淘汰賽的經驗相對比布拉格斯拉維亞好 加上阿仙奴有主場之理 他金仗應該是值得看好的一方 英超的阿仙奴算得上見慣大場面 他們亦是歐戰的常客,而且是新京白戰 在本屆賽事中,阿仙奴在分組賽顯示了他們極強的競爭力 他們在分組賽中錄得六戰全勝的嬌人戰績 期間抗入20球,只失撞5球 球隊最終順理成章以B組投名的身份強勢進級到淘汰賽 隨後,阿仙奴又接連淘汰奔菲加和奧林比亞高斯兩大強敵 成功進入半準決賽 雖然現在阿仙奴在英超競爭力下滑了不少 但他們陣中依舊有個人能力出眾的球星 就像拿卡錫迪、奧巴美約以及尼古拉斯比比這班攻擊手 他們過往都有過不少的輝煌時刻 只要他們發揮正常的話 他們金仗絕對是布拉格斯拉維亞後防線的深幅大患 另外,由於阿仙奴現時只能排在英超積分榜的中游位置 獲得前四的希望極其渺望 他們想參加來季的歐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要在歐霸杯中奪冠 因此球隊上下對這項賽事的重視程度無容置疑 球員的戰意一定會很高漲 今仗迎戰整體實力不及自己的布拉格斯拉維亞 相信有主場之理的阿仙奴不會錯過先拔頭籌的大好機會 在陣容方面,後衛大衛雷斯和基蘭迪亞來欣相缺陣 而另一邊,布拉格斯拉維亞是來自捷克聯賽的隊伍 眾所周知,捷克聯賽的競爭力以及競技水平 肯定無法與英超相提並論 因此布拉格斯拉維亞在實力以及經驗方面 也難以與英超老牌競女阿仙奴相比 而在班底來看,布拉格斯拉維亞 陣裏沒有大家熟悉的球員 儘管他們在國內聯賽方面具備了統治能力 但要來到強守儒雲的勾戰賽場 恐怕他們會打得很辛苦 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斯拉維亞 在0708賽季勾冠中 曾與阿仙奴交手過 當時在首回合的交鋒中 布拉格斯拉維亞以0比7慘敗 這是球隊歷史上在勾戰中最大比分失利的賽事 雖然是年代9月 但這個尷尬紀錄對一眾球員的心理方面 不多不少也有影響 再來,布拉格斯拉維亞今盡還需要周居勞頓去英格 球員的體能和調整方面 都比不上以日代勞的阿仙奴球員 看到了,布拉格斯拉維亞今盡都不宜過分高估 而在陣容方面 後衛古迪拉停賽受罰 中場伊巴謙泰奧利 以及後衛賀和卡都因相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 呀, 好。 走, 走, 走!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